在完成一系列准备工作后 胡志强带领战士们登上了直升机 开始他们助训以来第一次时机爆滑训练 与营区的模拟训练不同 时机训练完全接近于实战化状态 直升机飞行过程中带来的摇晃 发动机产生的噪声 还有高空中呼啸的风声 都会给战士造成很大的心理困扰 此外营区的所向训练有所扣的保护 而爆滑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完全依靠臂力进行制动 这个过程要求战士们 从距离地面十多米高的直升机上 快速降落到地面 一旦控制不好 就会从空中摔下 甚至有生命危险 身往坏里拉 不要往后抬 左一个脚都走不行了 你不要管他 你走不行了 把手就走 好 准备 因为是第一次实际爆滑训练 许多战士在训练过程中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误 胡志强迅速总结出了一些问题和不足 他立即给战士们做出了一些指导和调整 从我们有办法来看 我们的动作还不是很规范 一个是我们落机的过程中 存在一个手没有跟间 两个落机的时候脚没有分开 我们的阵势从公布 下机的时候 要注意枪 不要砍到上门 马上龙 在出刹的过程中 要转起 明白没有 我们滑的过程中 可能说这个速度非常快 我们要注意动作 确保安全 明白没有 明白 我们先进 第一次使用爆滑 而且什么也不知道 靠自己在平常训练中 获取的一些经验来滑第一趟 在飞机上的时候 班长一直在提醒我一些动作 比如说下去的时候要制动 腿等一些方面 从班长那里获取一些小技巧 在每次滑下的时候 总结一些经验教训 下次改正这些错误 经过不间断的训练 战士们的爆滑技术 都有大幅提高 这让胡志强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们的表现非常积极 然后就听龙指挥 可是他们表现是非常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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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